近日,胡瓜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对外界一直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在此前的时候,由于他缺席了自己一直参与录制的综艺节目,而遭到很多网友的质疑,网友们猜测其是否正在准备退休的工作。 网友们之所以如此地关心他,是因为他主持节目实在是太过有趣了,很多的网友都是冲着他的主持台去看一些节目的。 虽然说如今的他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但是网友仍然不希望他这么早就退休。 在近日参加节目的时候,他便回应了外界的猜测,他表示自己并没有退休的想法。 这段时间之所以没有去主持节目,是因为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在近六年里,他开刀了三次,身体里面很多的小毛病都相继地被去除。 这也得益于他主持节目的缘故,在他主持节目的过程之中,认识了很多的医生。 虽然说他身上的这些小毛病都并不算是大病,但是医生仍然提醒他身体的这些小毛病,依旧要提高警惕。 在还没有扩大的时候,就将他解决掉,以防止后续他真的变成大问题之后,太过麻烦。 听了医生的劝告,他便赶紧去医院,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了彻底的检查。 虽然说没有一些大病,但是小毛病确实很多,比如说他脚底长了不规则的黑质,医生提醒他,防止和鞋子、袜子等物体摩擦之后,演变成皮肤癌。 所以他便赶紧住院将脚部的黑质去除。 而他也有肾结石的情况,对于这些他曾经没有很关注的问题,在听了医生的建议之后,也赶紧到医院里面去进行治疗。 他表示,目前身体的这些小毛病都相继地被解决,整个身体相对之前来说更加地轻松了。 而又在近日,胡瓜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分享了自己的受伤照。 照片中,胡瓜的背后可以看见明显纱布照片,右腿膝盖处也有,看起来非常吓人。 除了晒照片之外,胡瓜还发文称,谢谢大家关心,昨天看完医师,休息一夜叙事待发,全力以赴。 他究竟为什么会受伤呢? 据悉,胡瓜昨日在录制节目时不慎重摔在地,足足在地上躺了二十秒起步来。 当时天气不好,下过雨的路上很滑,胡瓜在录制节目期间一不小心就摔倒在了地上。 如果是年轻人摔一下,可能拍拍手就站起来了,但对于六十岁的胡瓜来说,就显得有些困难了。 据了解,胡瓜摔倒在地上后,周围的人起初以为是他本人制造的节目效果,还发出了大笑声,直到发现他许久没有起身,才意识到不对劲。 胡瓜本人则表示,摔倒后完全不敢移动自己的身子,还担心自己的腿会不会断了。 除了担忧自己的现状之外,胡瓜还表示怕影响到第二天的跨年演唱会的主持工作。 都这个时候了,还想着工作,为这样敬业的艺人点赞。 所幸的是,胡瓜在摔倒之后,很快去找了骨客医生看病,经医生诊断之后,胡瓜只是膝盖有些瘀青红肿,只要对伤口进行冰敷后,就没有什么其他问题了。 第二天的跨年活动也可以照常出席。 据了解,胡瓜摔倒之后,身旁的许多人都很紧张,尤其是一人黄百祥,据说他都快吓坏了。 这么多人都很紧张胡瓜,看来他在演艺圈中的地位确实不小。 据悉,胡瓜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三十多年。 因为长期主持外景节目,拥有众多粉丝,他的主持风格,以及亲和力都感染到了不少人,大家都喜欢称他为综艺大哥。 成为一名主持人,甚至成为一名受到很多人喜欢的主持人。 对于他来说,其实是他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在早年的时候,他只是一位普通的舞蹈老师,那时候的他每天所想的就是能够赚更多的钱。 后来,他得到知名主持人张飞的赏识,邀请他和对方一起主持节目。 那时的他还很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没想到在和张飞一起主持的节目过出之后,收到了广泛的好评。 而他个人的名气也因此大涨,之后便成为了综艺界里面的主持人。 之后的他不断开拓着自己的事业版图,先后在几档综艺节目里面都收获了极高的评价。 虽然说如今已经年过半百,但是个人的主持能力依旧没有消退,反而相对此前来说更加的精进,也因此他收到了很多电视节目的青睐。 一些比较火爆的节目相继邀请他做主持人,而他也拥有了一批忠实的粉丝。 在之前的时候,由于他没有出席自己经常主持的节目,所以引发了很多人的担忧。 此次在他回应了这些问题之后,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也可以放心下来了,以后还能够看到他主持的节目。 胡瓜曾有过两段婚姻,他与前妻秀秀生下了一对子女,可惜夫妻俩没有能走向白头偕老。 2001年正式离婚。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外界众说纷纭,终归也算是和平收场,没有矫悟。 离婚之后,胡瓜又再婚,双方因为有子女的牵绊,所以依然保持妄爱。 在一些重要的场合,还是会一起出席互动,但日常就很少看到有互动,同况的画面。 这两年两人的女儿小珍,不时地晒出和家团圆的照片,看来彼此的关系已经慢慢完成了转变,成为了朋友,碰头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尴尬。 早前,胡瓜一家罕有的聚在一起了,名义上是为秀秀庆祝生日。 胡瓜的儿子胡诗安,释出了一家四口团聚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胡瓜与秀秀的单独合照。 两人的跟前摆放了一个黑森林蛋糕,秀秀一只手搭在了胡瓜的肩膀上。 而两人当天身穿的衣服还挺相衬的,若是不说,看起来还真像老夫老妻。 这张照片的特别之处在于胡瓜与秀秀终于单独同框了过去两人偶尔同框的时候,身边必然有子女在场,双方估计还是有避讳,尤其是胡瓜,毕竟已经在婚了,也不想引发外界不必要的猜想。 说起胡瓜与秀秀的昔日的那段婚姻,就如开篇所说的,就是众说纷纭,一度成为话题所在。 胡瓜与秀秀结婚的时候,她还没有成名,那时候胡瓜二十三岁,秀秀十八岁,称得上是早婚。 不过这段婚姻一路走过来并不是太顺利,由于胡瓜是艺人的身份, 所以秀秀一直都没有太强的安全感。 结婚第一年,秀秀就受不了胡瓜早出晚出的工作特性,提出了离婚。 后来还是胡瓜极力挽回,两人才继续走了下去。 婚后夫妻俩先后生了一女一子,想着靠孩子来维系夫妻感情。 不过似乎不太现实,秀秀始终对胡瓜并不是太信任。 1999年,胡瓜借下了拉斯维加斯的工作,秀秀担心胡瓜去赌钱。 两人因此吵架,她又一次提出了离婚,当然最后还是勉强走了下去,因为孩子。 关于两人的感情,胡瓜受访时表示过,走到最后两人的交集越来越少,秀秀因为要照顾孩子早睡早起,而自己工作的关系是晚睡晚归。 这导致彼此的生活方式,兴趣,想法有着越来越大的分歧,也就是说两人的感情很早的时候就已经破裂。 但是为了孩子,一直没有提离婚,直到小珍18岁的时候,两人才正式离婚。 2001年,胡瓜与秀秀离婚的消息被曝光,引起了一片哗然。 关于离婚这件事,当时两人的口供不一致,秀秀根本就不知情胡瓜会公开离婚的消息,所以在受访时还一度矢口否认。 坚称两人关系正常,一度令场面尴尬,而胡瓜选择在2001年与秀秀离婚也有她的打算,除了女儿已经成年了之外,也因为她在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与女艺人丁柔安交往了。 两人交往的时候,胡瓜还是有妇之夫,就算如她所说,与秀秀的夫妻感情已经破裂,但是在名义上两人依然是夫妻,这一点就非常尴尬。 事实上,胡瓜当年公开离婚的消息后,丁柔安立即成为了把新,外界的矛头指向了丁柔安,认定他是破坏胡瓜与秀秀之间的第三者。 胡瓜是为了保护丁柔安才决定离婚。 总之关于胡瓜离婚的原因,各有各的说法,而胡瓜在离婚后算是为了避嫌,一直到2014年,也就是离婚13年后,才正式迎娶了丁柔安。 回头再来说胡瓜与秀秀的关系,对于离婚这件事,秀秀虽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不满,不过当时他的好友李明依, 多次为他出头,说出了很多抱怨的话来指责胡瓜与丁柔安。 前台词就是胡瓜出轨被判秀秀。 而在离婚之后,胡瓜给对方开出的条件也非常好,孩子的监护权归女方,他负责抚养,两人财产一人一半,而孩子每一年的巨额学费,保险费都由胡瓜负责。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秀秀实际上也没有与胡瓜闹翻,女儿小珍结婚的时候,两人还一起同框。 谁是谁妃,恐怕已经不再重要的了,毕竟离婚已经21年了,恩怨早就随风了,彼此都已经各有各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 何况本来就没有建立在交务的基础上,又都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在一些节庆的时候也还是会碰头,关键还是秀秀也接受了这样的相处模式,所以发展至今。 胡瓜与秀秀就变成了朋友这般,才有了这张罕见的两人合照。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咨询,欢迎点赞订阅我们。